女人 天生是男人的幫助者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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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怎麼過時的想法 是性別歧視嗎 還是沙文主義 他是要來幫他 你看那個蝦超小的欸 光蝦小 那我就要直接跟大家分享 被這個幫助者幫助了什麼 怎麼幫 拿十字架丟你 十字架現在團購週末 老鳥團購到這禮拜五而已唷 對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有做人的計畫 歡迎大家回到理想先生 Be a better man 現在是深夜 深夜食堂 每次最痛苦的時候就是拍理想先生 今天的主題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樣是跟夫妻有關的 那就是 女人 天生是男人的幫助者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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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標題 一定會有幾種反應 這是怎麼過時的想法 是性別歧視嗎 還是沙文主義 沙文主義 你可能已經翻了一百個白眼 請你能夠先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能夠好好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句話到底在講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出現 所以首先我就要帶大家來看 到底這個說法是從哪裡來的 跟大家說 這是從聖經出來的 好 我相信有人就會覺得說 你看吧 所以聖經就是很過時吧 不適用的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聖經裡面是怎麼講的 在創世紀二章十八節 這邊提到 耶和華神說 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嘿 上帝看到一個人說那人獨居不好 這個人誰其實就是亞當 神說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講當然爾 這個配偶是誰呢 就是夏娃 所以呢 其實如果真的要講 這個標題 可能要調整一下 可以再更精準地講 是婚姻中的女人跟男人 也就是配偶 所以呢 其實這一集的主題 是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太太是先生的幫助者 好的 那我在前幾天有PO了一個文 然後問大家聽到這句話的想法 那出現了這些反應 沙文主義 沙文 剛剛不要文字 欸 在這裡耶 打到耶 沙文主義 哈哈哈哈 傻傻傻 好 這句話是誰說的 欸 不是男人說的 也不是女人說的 而是創造男人跟女人的上帝說的 天啊 難道上帝是個性別歧視的神嗎 上帝說 那人獨居不好 所以是有一個前提的 有一個原因叫做 有一個人他獨居不好 所以上帝要創造一個配偶來幫助他 所以我們要先想的是 他是一個 呃 看護 哈哈哈哈 我跟你說 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 當時上帝把世界的萬物都造起了 然後造了這個男人 是亞當 上帝也給他一個任務 就是讓他為所有的動物命名 其實他很會做事 他當時是獨居 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 就是所有的動物 可是獨居到底有什麼不好 獨居很好 不知道獨居很自由啊 對不對 想幹嘛就幹嘛 也不用人家管 不用人家念 多好 而且我一個人 我也可以把上帝給我的這個伊甸園 我修理看守的很好 到底有什麼不好的 所以接下來就要更深的去看 到底上帝對人的心意是什麼 他對人的計畫是什麼 在創世紀一章26到28節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 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深處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 置頂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見一件事情 上帝要人幹嘛 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跟地上一切的活物 這些其實不需要太太也可以做 亞當派也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原來有一件事 有一個關鍵 夏娃到底是要來幫他做什麼的 這邊說了 生養眾多 他是要來幫他生孩子 他是一個生育機器 好的 講到這邊相信很多的女性同胞 應該又是火冒三丈 什麼 所以我當老婆就是要來幫你生孩子 不是要幫你傳宗接代 你看嘛 聖經就是個過時東西 已經不適用 欸 真的是這樣嗎 我認為呢 他這邊不是說 不是為男人生 而是為兩人生 公蝦 你看那個蝦超小的 所以簡稱 公蝦小 好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事實上 上帝給人的這個計畫 不是只給男人的 給了他們兩個人 是給了這一對夫妻 只是說 就生孩子這件事情 是女人 但不是是為了男人 而是為了這個家 為了上帝的計畫 所以呢 生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生 就沒有辦法養 就沒有辦法眾多 就沒有辦法遍滿全地 而且治理這地 那到底 上帝為什麼要叫人 一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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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那麼多呢 他有業績壓力 國安危機 嗯 這個部分 這一集先不跟大家說 或另外拍一集跟大家分享 回到幫助這兩個字 我相信很多人一聽到幫助就覺得說 憑什麼事我要來幫你啊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啊就是附屬的啦 比較低階的啦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個問題 通常能夠幫助別的人 他是比較有能力 還是比較沒有能力 你就發現 能夠給予幫助的人 他可能是更優秀的 或是更有能力的 我們可以從男人跟女人 被造的過程來思考一下 男人是用土做的 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 他們的細膩程度是不一樣的 很多時候 太太就是比較細膩 真的 比較知道人的感受 比較會做人 比較會做人啊 因為也真的會做人 那算是做人是一起做的 那對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有做人的計畫 不經意的 就告大家 大家可以為我們帶到 希望是個妹妹 所以這個就是我認為幫助的定義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要直接跟大家分享 我們結婚到現在第八年 我到底被這個幫助者 幫助了什麼 第一 就是幫助先生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 不是只是做事 更是要學習經營關係 因為當初你看亞當是怎麼樣 他一個人他就很能做事 他可以把全部事情都做完 而且命名完都沒有問題 可是沒有人跟他互動 動物啊 對動物他就是給他吃 然後給他命令 然後訓練他 然後叫他坐下站起來 就是這樣 可是呢 當然有一個人 他就需要開始學習經營關係 他要知道怎麼樣跟這個人互動 這個人也有想法 也有感覺 也有情緒 很多時候也有很大的情緒 而這件事情呢 是上帝的心意 因為上帝很看重關係 第二個他幫助先生做什麼呢 尊重另外一個人 有主權的人 有想法的人 他可能跟你意見會不一樣 而且呢 你也在學習做一個領袖 你要知道怎麼樣帶來你一個人 他可能會跟你暢反調 就像很多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然後提出來 然後就會被打槍啊 你是喜歡打槍嗎 你說什麼 好 我決定把這一題 就打了一到前面 既然他講了這個打槍的部分 我跟你講 老婆有一個幫助 就是可以幫助先生 不用再打槍 男人對不對 從小到大 你沒有遇見你的伴侶的時候 你就是 只能打槍 可是 上帝知道人的需要 讓夫妻能夠享受親密的關係 你的另外一半的太太 欸很實際的幫助我們耶 滿足這個需要耶 那當然我覺得很多時候會遇到一些 不想要幫助的時候 這我要跟所有的幫助者呼籲一下 好不好 你的先生真的很需要你的幫助 你很重要 生育的工具 謝育的工具 不是這個意思 愛的行為 只是會彼此滿足彼此需要 再來還有什麼呢 老婆幫助先生能夠不斷 有承認錯誤跟悔改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動物不會告訴你做錯 但是有一個人 他在你的旁邊 他有另外一雙眼睛 他會知道你哪裡不對 他會提醒你 只是很多時候 那個提醒或那個建議 不是這麼的溫和 可能會比較大聲 比較激烈 欸因為男人都重聽 聽不到啊 就我們的關係 真的是這樣 很多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或是不願意承認 可是當不願意承認的時候 關係就會剛在那裡 所以真的會幫助我們 面對我們的缺陷 這是很大的幫助 再來幫助先生 不只講道理 更是能夠在乎人的感受 大部分的先生 都是很會講道理 說對錯 理性啦 可是很多時候 太太就真的幫助我們 能夠在乎她的感覺 例如先生在外面工作 然後一回家 太太就跟先生分享說 這一天的育兒啊 一些挫折 然後先生這個時候就說 沒有嘛 所以你應該怎麼樣 你應該第一步 你就不要這樣 你就是要做這個選擇 你就不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然後怎麼樣 就氣不爽 因為太太很多時候 她不是要 你告訴她怎麼做 她需要的是 有人能夠理解她 或是愛她 或是陪伴她 支持她 鼓勵她 安慰她 愛她 保護她 這感覺是什麼寵物 就不要丟進她 我跟你講 很多時候男人就是有個問題 就是愛寵物 不比愛太太還愛 再來除了生之外還講到什麼 就是養 我覺得在教養這部分也是非常大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教養只有一方 她可能是很片面的 夫妻兩個人的成長背景 原生家裡都不一樣 可是很多時候 太太補足的就是缺乏的那個部分 因為太太 教養可以更完整 她幫助先生做什麼 不只是做先生 更是做爸爸 再來 她幫助你的生命更完整 太太是怎麼樣被造的 她本來是你的肋骨 上帝用亞當的肋骨造了下瓦 意思是 太太其實本來是屬於你的 所以呢 就是上帝沒有要你這一輩子 沒有伴侶的話 其實你也是需要伴侶的 會讓你的人生更完整 再來 我自己非常關鍵的一點 就是幫助我回到上帝的面前 幫助我愛上帝 對教上帝對我們家的計畫 太太就是會知道先生就是 不愛上帝 很肉體 很肉體的意思就是 吃很多啦 睡很多啦 放縱 不截肢啦 情緒化啦 很邪氣 然後亂罵小孩 太太真的會幫助我們 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 怎麼幫 拿十字架丟你 開玩笑的 十字架現在團購週末 寶鳥團購到這禮拜五而已唷 欸真的很好看欸 你看這個水泥的 我個人也蠻愛那個鐵鏽的 也很好看 我們置入的那麼自然是不是 再來呢 就是照顧跟保護 生牢病時 你黏倒的時候就真的很有感 真的會需要陪伴跟照顧 那個照顧還不是只是生理的 是生心靈 可能是裡面的孤單 或是負面或是消極 因為另一半 不能夠再次振作起來 那保護是什麼意思呢 老婆的存在就是一個保護 因為它是肋骨 保護你最重要的心靈 讓你不要遇見試探 就是不會有小狐狸 對 你只要常常把你的太太帶在身邊 大家就知道 哦 你是有太太的人 你就比較不容易落入一些 讓你做錯事的環境裡面 所以要收保護費 沒有啦 我每個月都還是有嘛 對啊 應該的 最後 幫助先生愛人 就是學習愛啊 而且學習愛一個 有的時候不可愛的人 嗯 很多時候很可愛啦 但是有時候會有一些不可愛啦 就是他會指責你啊 或你人隨啊 你仍舊要選擇要愛他 可是你就會發現你根本愛不下去 因為你也不可愛 沒錯 所以呢 才會有那麼多離婚的事情發生 就是因為愛不下去 可是卻有一個幫助 就是幫助先生回到上帝的面前 愛的源頭 沒錯 跟上帝說 啊 我真的愛不下去 我真的沒有辦法 被消磨掉了 還是很厚啊 我說的是愛的部分 原來上帝放了太太 在先生的生命當中 折磨他 為了是讓先生更有愛 更有耶穌的愛 因為我們沒有 人的愛很有限 所以我們就跟上帝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最寶貴 為什麼 因為當你這樣 在會議裡面這樣練習 跟不斷的選擇的時候 我們就更像耶穌了 因為耶穌也是這樣啊 他也是愛那些不可愛的人啊 那些把他盯上十字架的人 他都愛他們 為他們死 為他們復活 所以呢 十字架的團構中 哈哈 所以講到最後呢 幫助是互相的 幫助沒有誰高誰低 而是我幫你 你也幫我 這就是夫妻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真的也在幫助太太 但是我們幫助太太的 很多時候不是愛的部分 是順服的部分 什麼 順服 天啊 這又是哪一個沙文主義 古老的想法 這又是聖經裡面說的 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聖經講到 妻子要順服丈夫 是什麼意思 在這裡面的最後 要謝謝我的太太 謝謝你做我的幫助者 保護費 謝謝你幫助我 學習愛 能夠做 學習悔改 幫助你重新做人 最後呢 要為所有的福氣來禱告 因為婚姻真的不容易 但是感謝主我們能夠 有第三者在我們當中 呵呵呵 婚姻裡面最好的第三者 嗯 就是耶穌 所以呢 要祝福大家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謝謝你 讓我們有機會 能夠分享 這樣的內容 我要求你祝福 所有理想朋友 特別是所有的夫妻 讓先生 能夠做領袖 讓太太 可以做幫助者 是平等的 是相愛的 是彼此扶持的 是 你在婚姻當中 美好的心意 不管 鏡頭前的夫妻 有多大的挑戰 我要求你介入他們的關係 因為你是死裡復活的神 在困難的關係 因著有你 都能夠破鏡重圓 都能夠死裡復活 因為你說你就是愛 謝謝耶穌 聽我們禱告 奉耶穌的名 Amen 好了 那這就是今天這一集的理想先生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 請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我們是100種理想 理想先生 Be a better man 下次見 掰掰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